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事件3月19日星期二 亚太事件3月20日星期三 昨天56岁的中国富豪秦辉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了 他被指控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款 移民欺诈和制造假身份证件等等 根据针对协议 原来可能最高面临27年的刑期 但是现在只变成可能只服刑6个月 而秦辉同意放弃美国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 并且接受被遣送到美国以外的国家 从最高27年的刑期聚变成只有6个月 秦辉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他向美国交代了什么呢 才换来免于牢狱生活的这样的变化呢 下面我将为您详细的讲述 这个北京天上人间的大老板的前前后后 以及他所涉及的一些罪恶 在说这个内容之前 先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已经使用了几个月的VPN Surfshark Surfshark VPN可以帮助隐藏IP地址 加密网络流量 还可以帮我在网上生成一个全新的线上身份 减少个人信息被收集和盗取的风险 另外收件箱里边也没有那么多的垃圾邮件出现了 还有电子邮件和密码 以及信用卡和个人身份号码意外被泄露的时候 Surfshark VPN还可以及时的给我发出警告 另外我提醒大家 全家人只需要购买一个账号 您就可以保护所有的电子设备上网安全 如果您跟我一样是重视这种网络安全隐私 那我推荐您使用Surfshark VPN 专属链接就在视频下方 输入XWKD 您就可以享受我给您的独家优惠 外加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如果觉得使用不满意 30天内您可以全额得到退款 下面就来说秦辉案件的前前后后 我们先从他在美国所犯下的罪行说起 根据法庭文件 从2021年纽约市竞选开始 秦辉就利用他的财富招募和补偿 代表他做政治捐献的人 向纽约和罗德岛的政治竞选组织非法捐款 总计是11,600美元 其中有人带他向长岛联邦众议员安德鲁加巴里诺 和罗德岛州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克里斯顿前市长冯伟杰分别捐款 秦辉为这些捐款的人头报销 也就是俗称的幽灵捐款或者稻草人捐款 目的就是规避捐款的法律限制 或者隐瞒资金的真实来源 精选财务记录显示 2021年3月秦辉向亚当斯捐款2000美元 9个月之后当年的12月 秦辉开始寻找人头向这位未居民的纽约市公职人员 及其相关委员会提供超过1万美元的捐款 亚当斯在当年的选举当中胜出了 成为了纽约市有史以来的第二位非议市长 在本月早些时候 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华裔高级助手 竞选筹款人郑其荣 被FBI至少搜查了两处住所和一处办公室 此外亚当斯核心圈的多名成员 也都被FBI突击搜查了 而且在去年的9月 亚当斯曾经被调查人员在街上拦住 要求他的保镖站到一旁 调查人员当时没收了亚当斯的电子设备 那如今秦辉的幽灵捐款又牵涉到了亚当斯 这恐怕对亚当斯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秦辉还承认 2019年4月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虚假材料 以获得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 他谎称从未使用过其他名字 但2018年6月8号 从香港返回纽约的秦辉 在肯尼迪机场入境的时候 携带着一张印有他照片和李慕林别名的香港身份证 2019年1月30日到4月30日 FBI探员多次约谈秦辉 讨论他如何得到李慕林的身份证件 秦辉最初是撒谎说 1995年以来没有使用过其他名字 但后来他承认2008年 有一名中共政府的官员 向秦辉提供了李慕林这个化名 为此他花去了10万元 不知道后边的这个单位是美元还是人民币 秦辉表示知道在中国 使用别名是违法的 但他仍然使用李慕林的身份文件 从中国前往香港欧洲和台湾 并且在2017年9月到11月期间 用李慕林的名字 从香港银行账户电汇500多万美元 到J1在美国开设的一个银行账户 J1是秦辉的前妻 后面还会提到J1 秦辉用这笔钱的一部分 购买了他居住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 在与FBI深入讨论假身份文件之后 秦辉决定去佛州榨取一个驾照 当时秦辉是纽约的居民 但是他在佛州申请表上 填写的是居住在曼阿密 并且还承诺地址真实和正确 2020年12月20日 秦辉成功的骗到了佛州的驾照 并将他出事给银行和一家汽车保险公司 作为身份证明 随后在2022年6月23日 将佛州驾照提供给了纽约车辆管理局 以换取纽约州的驾照 此外秦辉还使用李慕林的名字 乘坐私人飞机 飞往芬兰和中国 但他并没有向包括美国民航区在内的第三方 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联邦假长官在昨天的声明中指出 秦辉承认自己肆无忌惮地进行欺骗 向联邦选举和移民机关 以及州政府机关撒谎 国税局刑调探员也表示 秦辉是中国公民 却在美国进行非法政治捐献 隐瞒了捐款的真实来源 这不仅不道德也违反了法律 他来到美国取得假签证 故意违反我们的法律 然后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 这些都是美国的联邦重罪 因为之前秦辉做了虚假陈述 所以检察官是反对给他保释的 而且检察官和国税局刑调探员 都表示要重重的处罚 但是事实上 秦辉还有家暴等系列罪行 所以从去年10月被抓之后 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面 法庭的资料显示 去年9月22号 纽约长岛 Old Westbury村警局 接到了911的报警 报警说 秦辉用斧头破坏了J1的卧室衣橱门 这个门装有电子锁 J1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秦辉的前妻 秦辉当时手持着斧头 而他的前岳母和未成年的儿子都在场 当天警方就逮捕了秦辉 指控他刑事破坏罪 此外检察官还指出 2022年7月25号秦辉还在争吵中对J1勒劲 除了上面这些违法行为 秦辉对司法系统很不合作 2021年 胡州创泰荣源投资公司 入禀纽约南区联邦法庭 要求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对秦辉的判决 也就是要求秦辉还钱给创泰荣源 就在创泰荣源提交申请不久 秦辉将刚提到的那套 Old Westbury的房产所有权 以10美元的价格 转移到了他的前妻和前岳母的名下 法庭曾命令秦辉交出手机 以进行取证影像处理 但是秦辉拒绝提供开启手机的密码 而且反复对原告律师和取证影像专家 大喊大叫 秦辉甚至还声明 宁愿坐牢也不愿提供他手机上的资讯 根据秦辉的一系列藐视法庭行为 法庭在去年8月24号将他逮捕了 法庭指出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秦辉的不合作是故意的 而且他已经毁灭了证据 不过当时没有过多长时间 就将秦辉给放了 因为他随后就发生了用斧头 砍J1卧室门的情况 即使不说秦辉的家暴等罪行 就检察官和国税局刑调人员指控的那些联邦重罪 秦辉都得面临着最高27年的牢狱生活 不过美国的媒体在今天引述检察官表示 如果秦辉遵守认罪协议条款 将请求法官判处不超过6个月的刑期 然后将他驱逐出境 据说秦辉很高兴 期待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重新开始 按罪行秦辉将入狱27年 但是他跟美国方面签了一个认罪协议之后 可能在监狱里面待上的时间不超过6个月 这个时间变化之大令人相当疑惑 秦辉究竟交代了什么 才换来美国联邦政府大大的缩短他的刑期 这些恐怕需要时日才能够被披露出来 但是秦辉的背景却能让我们产生出无限的联想 也许很多人没听说过秦辉的名号 但是详细很多人一定听说过 2010年被打掉的京城第一顶级夜店娱乐场所 天上人间 秦辉就是天上人间的大老板 同时他也是北京新天地东魅酒吧的大老板 此外秦辉在北京上海等地拥有几十家传媒公司 因此他有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称号 曾经是卓京系掌门人 实际上秦辉是天上人间的第三任老板 第二任老板是台商陈永和 陈永和在朝阳长城饭店副楼开了一家名为 常态的夜总会 这就是天上人间的前身 常态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米 紧挨着东三环长城饭店 这个位置是绝佳的位置 地段非常繁华 能在北京这种地段开夜总会 无异于是报上了摇钱书 1994年26岁的秦辉 从陈永和手中就买下了这家夜总会 陈永和表现得很爽快 事实上他也不敢不爽快 秦辉当时给了陈永和180万美元 这么多转账费 但是这么多钱 他本人是一分钱都没掏 全都是借来的 说借好听一点 事实上是只借不还 当时秦辉找了两个人借钱 一个是原首都机场董事长李培英 另一个是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赵 李培英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把钱就借给了秦辉 因为秦辉找了一家贸易公司做担保 而这家公司有军方背景 几年之后李培英被判了死刑 这笔钱仍然没有还上 盘下了常态夜总会 秦辉又花了一亿元进行装修 并且改名为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口的 连水果酒杯也不例外 四十间KTV包房 屋内是顶级的欧式木质家具 地面铺的是纯毛地毯 大厅的音响是200多万元的英国高保真设备 DJ是高薪醒来的国外高级技师 在1990年代天上人间是当时国内消费最高的场所 这里一瓶啤酒卖到100元 包房价格从2800元到6800元 总统套房是1万元起步 专门接待身份尊贵 灰金如土的贵客 在这里的女生 那就更不需要说了 清一色是年轻貌美 年龄最大不能超过28岁 身高在1.65米到1.75米之间 而且必须是大学毕业生 要会讲普通话 英语日语和韩语 不仅如此 秦辉还根据每个女生的个人气质 长相和学识打造人设 他们的谈吐 作资等等 一切都有专人辅导 还要定期考核 要求必须是学习时尚穿搭 既要会玩 还得懂经济 懂科技 懂文化和懂历史等等 其中有一个叫梁海玲的 是天上人金的花魁 曾经被人如此评价 说这个梁海玲是林志玲的声音 叶子梅的性感 徐静雷的才华 肖强的魅力 各路大佬在他这里都是醉生 梦死流连忘返 他最高的身价是每小时5000元人民币 而当时中国人的人均工资只有几百块钱 天上人间的女生陪聊 起步价是1000元 给服务生的小费是500元起步 昂贵的价格注定了天上人间消费的人群非富即贵 据秦辉自己说天上人间每天凌晨两点会自动断电 断电之后会发生什么龌龊的事呢 有一个曾经常去天上人间的老客 说到天上人间找乐的人 大部分都是各地的高官 还有梅老板 以及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大小头头 换句话说 当时北京官场上 大大小小的各种龌龊 相当一部分是在天上人间这里苟合的 但究竟在天上人间有多少罪恶产生 恐怕没人能说得清 当然秦辉因此结识了很多权贵和名流 人脉更加广泛 那么秦辉究竟是什么人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可以让银行的行长甘心给他掏钱 买上天上人间呢 其实1968年出生在四川达县的秦辉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人 父亲在航空航天工业部529厂任职 母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 通过自身努力秦辉曾经到重庆求学 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林京 后来秦辉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来自林京 林京的父亲叫林德英 林德英是林家梅的弟弟 林家梅是谁呢 他是中共三朝元老李先念的第二任妻子 在和林京结婚之后 秦辉从一个平民小子一下就变成了权贵孤野 成了红二代 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 李培英和张恩赵才二话不说 将180万美元借给了秦辉 说白了就是送给了秦辉 一定意义上说 送给秦辉这笔钱其实就在讨好李先念家族 这是典型的权钱勾结利益交换 这只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只是跟我所谈的那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了 这里就不作赘述 在搞起天上人间之后 秦辉和林京的关系并不算太好 林京非常反感秦辉 陈勉于秦辉场所的这种生活方式 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在日渐加深 1996年林京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离世了 李家要求秦辉不能再娶 否则就不认他是自家人 但是秦辉这个人生性喜欢交际 再加上经营着天上人间这个秦辉场所 都注定了秦辉不可能安分守己 2000年天上人间已经发展成了 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名的顶级娱乐场所 而这个时候的秦辉也开始频频的在外面惹麻烦了 2003年秦辉认识了某香港女星 秦辉为了讨好那名女星 经常包下整个餐厅 甚至是陪伴那位女星到法国巴黎大采购 甩出去上百万美元 买了城乡的时装以及生日钻戒等等 2003年6月在北京国际车展上 秦辉买下了当时唯一的一辆宾利家常728 这款车的标价是888万元人民币 这成了秦辉包装自己的又一个重要部分 不过那位香港女星是阅人无数 看出了秦辉的真实底细 她不过就是一个开业总会的老板 家产都是银行贷款 那位女星曾这样评价秦辉 她有名无实 是个没有内涵的男人 有人可能不明白天上人间每年营收3000到5000万元 秦辉怎么可能没钱呢 事实确实如此 秦辉的钱都是数字 而且她说没钱也只是相对而言 而且生活奢华形势张扬的秦辉 惹出的麻烦在不断的增加 曾经有一家北京金融机构的人员去天上人间消费 但是喝到的是假酒 于是立刻调来一群打手 秦辉也不含糊 马上调来一支身份特殊的队伍 双方当时是剑拔弩张 谁都不肯让步 这件事后来被人在网上曝光 外界开始关注这个叫秦辉的人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8月 有一天秦辉开着奔驰600出去吃饭 被一辆挂着红色数字牌照的老式皇冠轿车挡了路 并且还发生了寡蹭 秦辉大骂对方司机 你耽误我一分钟知道多少钱吗 他的保镖随即把对方的司机给爆打了一顿 可是秦辉没想到 对方车主竟然是个中共高官 而且还是很有背景的老一辈 在惹了麻烦之后 秦辉不得不拿出5万块钱来平息这件事 虽然5万块钱对秦辉算不了什么 但是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件事让秦辉从心底里面看不起天上人间这个生意 他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资本大佬 1997年8月秦辉名下的卓京商贸出资 以他弟弟秦洪的名义创办了重庆联峰通信有限公司 打算拿到重庆移动通信网的运营权 2000年32岁的秦辉通过卓京控股 入股了上市公司三爱海陵 溢价4.21亿元 分两次反向收购了自己的重庆联峰通信88.1%的股权 完成了借壳上市的准备 2001年1月 三爱海陵改名为重庆长峰通信有限公司 顺利上市了 同年9月 长峰通信又与卓京控股合资 创办了北京星美传媒 初始注册资金1亿元 2003年35岁的秦辉 以星美传媒为资本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SMI传媒 还收购了江坤的坤鹏集团 台湾飞腾影视制作中心 以及杨澜的阳光文化70%的股份 随后秦辉又出资4400万港元 买下了香港东方魅力的25.28%的股权 还买下了流动广告和现代旌旗出版 这三家公司都是在香港的上市公司 这个时候的秦辉虽然只有35岁 但是却变成了资本大佬 身价已经达到了几百亿 在他的名下这个时候 有三家港股上市传媒公司 一家A股上市通讯企业 和北京顶级夜总会 天上人间 此后不久秦辉取了2002年 中国职业模特大赛冠军刘多 刘多的长相很多人认为 与之前的那位女港星有几分审视 我们很怀疑这个刘多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J1 不过没多久 秦辉的真正麻烦就来了 2005年到中国参加活动的 全王泰森受邀 去了北京的天上人间 秦辉于是安排了最贵的包厢 并派出天上人间的花魁梁海玲来作陪 财貌双全的梁海玲 与泰森两人一见如故 话题非常广泛 正聊得高兴的时候 包厢外突然一片喧哗 因为泰森到来的消息 在网上已经传开了 外面聚集了大量的粉丝 都想亲眼见见西方全王 负责保镖的散打高手刘海龙立刻下令 命令手下严格控制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豪车突然插入人群 下来一名戴墨镜 手持花束的男子要直闯包厢 这个人是北京名人富二代 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宇 他也是泰森的粉丝 想跟泰森合影 但是被刘海龙给阻拦了 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 汪宇的人被摁在地上 使劲地打 眼见自己的人被打 没吃过亏的汪宇拿出电话准备喊人 这个时候天上人间的股东高岩出面了 来打圆场 高岩对汪宇表示 可以安排他跟泰森见面 但是必须按规矩来 不能强行闯入 在高岩的劝导下 汪宇没有强求 此后没多久 梁海龙被人在家里杀死了 死状相当的惨烈 警方还从梁海龙的家中 清理出一千多万元的现金 这桩凶案的发生 给37岁的秦辉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更让秦辉心惊肉跳的 是他的两名债主 建行原行长张恩赵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 两个人都被查了 后来李培英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张恩赵被判刑入狱15年 受到这两个人的牵连 秦辉也曾被北京市公安局 带走协助调查 秦辉之所以全身而退 并不是说他有多大的本事 而是他交出了天上人间的内部录像 据知情人透露 秦辉当时为了火命 向中纪委人员交出了他的杀手锏 天上人间的内部录像数据 这些数据 露尽了一些中共权贵 甚至是一些军方人物 在天上人间的自意丑态 当然里面也有中纪委监察部的大小头头 知情人表示那些数据成为中纪委 保护自己丑恶嘴脸 而查办其他系统官员的重要材料 尤其是在中纪委打击 一向不太听中纪委招呼的公安部时 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秦辉的录像里 有不少公安部的重量级人物 那种享乐的镜头 随后不长时间 2008年年底 中共公安部高层就发生了大地震 部长助理郑少东 经侦局原局长向怀珠等人 多人都被调查了 其实说起来 这个秦辉的确有点像公安的灾星 1996年3月 中共两会期间 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 两名副局长 吴长城崔铁英去了天上人间 这两人据说他们的父亲 都是中共的少将老红军 他们两人在不到半小时 喝了一瓶皇家礼炮 大唐经理要求他们结账 这两个人把眼一瞪 说这酒是假的 结什么账 于是秦辉下令保安一拥而上 就把这两个副局长给打倒了 那个叫吴长城的随即拨打110 紧急调动了武警的两个分队 十几分钟就把天上人间围了个水泄不通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摁趴在地上 被微型冲锋枪指着脑袋 秦辉一见这种场景 赶紧打了个电话 救兵一会就到了 后来据香港《前哨》杂志透露 秦辉的那个求救电话 正是打给李先念的第二任妻子林家梅的 林家梅随后就直接又把电话打给了江泽民 江泽民派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尤喜贵前去处理 后来那个两个倒霉的副局长 警衔较低的崔铁英被清除出了中共的公安队伍 警衔较高的警监吴长城被降为警督 下放到密云县任公安局副局长 但是自从林京死后 因为秦辉闲不住 因此跟李家的关系是越走越远 在梁海玲被杀 张恩赵李培英被处理之后 秦辉被吓得不轻 脱身之后 很快就把天上人间 以1.5亿元的价格转让了出去 并且在2007年神秘的在中国大陆消失了 当时有传闻表示 秦辉已经逃到了美国 这些只是知情人后来透露的一点内情 究竟秦辉的那封录像当中 有多少中共刀朝权贵 各路诸侯等等的丑态 外界恐怕难以知晓 但是秦辉可能只有这么一份资料吗 他会不会进行复制又转移到国外呢 当年秦辉靠着天上人间内部录像活了命 那么这次被美国抓捕之后 他会不会再次使出杀手锏 将这些数据交给美国来换取他的自由呢 甚至他会不会供出更多他掌握在手的 那些中共权贵们的黑幕呢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资助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是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